半决赛中国vs意大利,意大利输球挑中国队,朗平,他们会后悔女排的第三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半决赛的赛程也都全部出炉,在昨天,技组决定出现投名的比赛中外界都在埋怨意大利故意输球挑选中国女排作为半决赛的对手,意大利对这样做确实也有理由和根据,毕竟中国队在小组赛,曾经1比3败在他们脚下, 而且他们也料定中国队将是H组投名出现,所以他们就轮休王牌赛拉,故意输球,这样半决赛就在爱遇上中国队,有人觉得意大利王牌是埃格努,但是从表现来看赛拉一些细节方面做得更好,埃格努在为难时刻很容易掉面子,从昨天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点,难道赛拉真的是意大利对抗中国的最后王牌, 意大利的如意算盘计划的非常完美,但是中国队未必就让他们美梦成真,中国队在昨天3比1击败荷兰队以后,郎平教练赛后说,我们期待半决赛与决赛,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期待,但也足够看出郎平的霸气,想必郎导心中也有了复仇意大利的办法,想必郎导愿意在半决赛中, 再次语上意大利是有理由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复仇,但那只是表面,郎平要的是冠军,想要得到冠军就一定要击败意大利,这道理想必郎导也明白,在意大利vs日本和意大利vs塞尔维亚两场比赛,中意大利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根据郎导的临场执教能力,郎导必定紧抓,对手的弱点来复仇,而且郎导说过,中国队不会在一次比赛中,两次输给同一个对手,这句话奥运会也验证过,中国队半决赛必将复仇,意大利轮球王牌故意输求挑选中国队作为对手也许真的是一个错误,聪明将被聪明误,大家请保持持续关注与期待, 看看郎导在半决赛中教意大利如何做人